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健康美味的香煎蘑菇酿虾滑 虾和蘑菇都有Q弹的口感 所有材料,新鲜的白蘑菇或者棕蘑菇都是可以的 用纸擦干净蘑菇的外表 尽量不要用水洗 轻一点的手法,把蘑菇根掰松 能听到清脆的蹦的声音 蘑菇根就从底部掰下来了 把九个蘑菇都用这种方法把它掰好 现在来处理鲜虾吧 Costco买来的鲜虾已经去头去虾线了 我们只需要把虾壳和肚子上那条黑线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买来是虾仁的话直接用就行 这条黑线并不是虾肠 但是为了好看,我一般还是会把它去掉 处理好的鲜虾用水洗一下 然后用厨房纸把水分吸干 把所有的虾都用刀把它拍扁 在集中起来,用刀把它剁碎 不需要剁特别碎 有点颗粒状口感更好 并且做好了以后 虾的红色会显示出来 给虾调个味儿 盐 白胡椒粉 淀粉 一勺料酒 一勺酱油 再打个蛋清进去 充分搅拌均匀 这样待会儿煎的时候虾不会散开 而且口感更加的Q弹 开始虾滑酿蘑菇了 拿一个蘑菇抹一点生粉在内壁 这样煎的时候虾滑就不会掉出来了 再把虾肉塞到蘑菇里 有人做这道菜喜欢把虾滑抹平 我喜欢装多一点虾滑 自己家吃嘛 实在最重要 再准备点葱 葱 蒜 辣椒 可以开始煎了 小火 一定要小火 放点油 火不能太大 太大虾肉就会煎黑了 把有虾肉的一面朝下 放到锅里煎 蘑菇都放好了 小火 盖盖 煎一分半钟 一分半钟倒 把蘑菇翻面 炒一下 喜欢黄油味道的 这时候加点黄油进去 再把蒜末和辣椒末放进去炒香 加少量的水 然后盖盖 焖煮两分钟 两分钟后 把煮出来的汤汁 用勺子 浇到虾肉上 让它更入味 放点盐和酱油 这时候 蘑菇基本上已经煎了有五分钟时间了 已经全熟了 已经全熟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吧 锅底剩下来的料汁 我们勾个薄芡 关火 美味的香煎蘑菇 酿下滑就煎好了 浇上薄芡 撒上葱花装饰 味道鲜香 口感Q弹 低脂又营养 您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